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艾艾 紅道般的海洋風又回來了 那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利用藍白色系以及條紋 還有穿毛的風格 讓你穿出自己的海洋風look喔 那麼今年夏天呢 一定要有一個套長洋裝 那我選的這套長洋裝 它材質是綿質的 穿起來非常舒服 高腰線的設計 可以讓你的身材看起來更修差 那它的顏色就是經典的黑白色系 在頭髮的造型 我就是利用了一個側邊馬尾 再搭配一個絲巾 來做出海洋風格的look 那麼在指甲油的配色上面 我就是選擇了比較糖果色系的指甲油 它可以搭出夏天的感覺 那麼第二套我選擇了 還有臉色長褲裝 那它活動性比較方便 然後裡面在內搭上比基尼 而且它的材質非常的輕軟透氣 穿著起來非常舒服 很適合夏天 那麼在比基尼的選擇方面 也是以海洋風作為主題 那我們顏色就是以藍色白色還有紅色來做選擇 然後它就是還有一些星星的圖案 條紋的圖案都非常的可愛 那麼今夏也很流行把四季上面的櫻花 運用在上衣上面 那上面有一些鏈條 或者是一些金釦子 然後反顧的細節設計 下半身我是搭配比較清爽的白色系短褲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些蝴蝶結 或者是一些抓皺的設計 可以讓你的短褲看起來比較有俏麗感 那麼今天的這套穿著我就是搭配了高跟鞋 它可以讓你在休閒之中又帶一點女人味 那麼清爽的藍白色也是海洋風的重點 不管是橫條紋或者是直條紋 我就是選擇比較清爽的顏色跟線條 就可以來搭配海洋風 那麼今天這個海洋風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夾夾人字脫 那我選的是比較可愛的造型 上面還有一隻魚 就是可以呼應整個感覺 我覺得海洋風的元素就是 在材質或者是色系上 都讓大家感覺到舒服自然 也歡迎大家上網留言 跟愛愛分享屬於你自己的海洋風喔